公读圣马斗福音 那时,耶稣对门徒说 天国好比一个家主 清早出去故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 他和工人说定每人一天一个银币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到了黄昏 葡萄园主对管家说 叫工人来及他们发工前 从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 那些下午五点进来的人来了 每人领到一个银币 那些最先的人来了 以为会多得一些 但每人只领到一个银币 他们拿了钱就埋怨家主 说 那后来的人只做了一小事 而我们整天在列日下努苦 你竟把他们与我们同等看待 家主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没有亏待你 你和我不是说定了一个银币吗 那属于你的你拿去 走吧 但我愿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无权照自己意愿用那属于我的东西吗 还是因为我好你就妒忌呢 所以那后来的将要领先 那在先的将要落后了 上主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